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造业就是以人力搭配表单的方式呈现出的是半自动化的管理方式 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呢更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台湾希克的代表要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那也提醒大家今天的研讨会内容真的非常精彩 请务必跟着我们一起留到活动的最后 只要在活动结束之后再次回到您的收视通知信 以及现在小编呢也会贴上的就是今天的问卷连结 帮我们点进去填写完成 就会从完成的问卷当中抽出50位可以获得到的是行李随身棒称 以及全程收看我们还会在加码抽出 5位可以获得到多功能瑞士刀 所以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加入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大家随时发问 台湾希克技术团队都会在线上呢帮大家一一回复 好 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欢迎到的是台湾希克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图饼和Frank 欢迎 OK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是Frank 我目前是台湾希克的负责辨识与量测与资料整合解决方案的PM 好 Frank 刚刚呢我们在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到 是目前全球面对到的一个冲击跟挑战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Frank就是 如果说管理者他在这个管理的过程没有掌握到太多正确的资讯 那对于制造业这种中小型工厂来说 在流程他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OK 那如果工厂的管理者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掌握到设备 以及产线上的状态的话 那其实他就没有办法来做产线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改善 举个例子来说 像中小型工厂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缺料导致加动率下降的问题 设备在购买进工厂之后他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来 他的资产的价值会一直不断的去做坚损 好 那有时候设备加动率下降 他其实不是因为设备他需要维修或故障的关系 而是他没有料件或者工具能够来做生产 好 那在整个产线的优化这其实也是工厂的管理者要面对的问题 好 怎么把工具跟料件在对的时候放到设备上让他来做投产 好 那接下来的话像是产品生产的流程状况的及时追踪 OK 那有时候客户可能突然来个集单 那我们一定要怎么评估我们出货的日期出货的时间 OK 我们要怎么评估说我们产线上的产能要怎么去分配 那能够满足客户这样的需求 那这也是需要产线上的一些比较详细而且及时的资料 OK 那接下来像是关键设备的预测维护这个部分 好 我们厂区里面的设备其实都会有税修或者比如说三年的一次的维护的保养 好 那这维护保养有时候它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好 比如说我明明就知道我们这个设备还可以使用在更久 比如说三个月或五个月 但是因为税修关系里面的零件都要全部一次性的还掉 那这样会造成整个厂区里面维护成本的升高 好 又或是税修与税修之间 那有时候设备出现某种参数异常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它快要当机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提前去抓取这些参数 来预测设备即将有故障 然后做提前的预测性维护 那可以避免真正在做偷产的时候设备紧急停机而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OK 那我们在找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正确的随教随道的资产工具以及财产的资讯才能够解决这些事情 好 那我们在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候 那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OK 一般中小型的工厂里面可能会因为机台比较老旧的关系 那机台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些通讯的接口 让系统能够及时的去取得它的资料 好 那或者有些机台供应上其实已经无法提供设备联网的服务了 好 可能它这个机台是20年前或10年前生产的 那直接供应上其实工程是已经换过一批了 好 那或者是如果要把机台联网的话 成本会太高 好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比较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好 那这几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 所要考虑到的问题 好 那综合以上我们就比较需要 在中小型工厂里面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尽可能不要动到原有机台 而且有效果 有经济效益的这个解决方案 好 那具体来说 产线流程透明化这件事情 我们做完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大概可以来看一下以下这段影片 在影片的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德国的一些技术人员 以及管理者 他们用行动装置以及电脑萤幕的方式 来及时的去监看整个厂区的平面图的状况 好 这是我们自由 希克自由的工厂 那目前是位于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地区 好 那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 我们在把一些生产料件投产的时候 生产料件以及一些产品 它会经过RFID以及一些2D code 读码器的读取 然后记录它这个产品的一些资讯 好 那放在物流箱当中 以推车的方式来做运送 好 那不只是产品 物流箱当中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条码 可以让整个系统来得知说 哪些产品放在物流箱里面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些物流箱可能以推车 或者是无人搬运车的方式来进行运送 那每一台的无人搬运车 也有它独特的自己的ID 那我们可以从系统上及时的看到 它的位置以及咨询的反馈 好 那有时候 我们可以用人力的牵引车的方式 来将数个推车一次来做运送 好 那不管在物流箱当中的产品 或是推车上的物流箱 或者是现颜色上的推车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在系统上面 很及时的监控它的状态 那这边可以看到 推车上面其实承载了不一样的物品 好 那在平面图上面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追踪 整个推车以及物品的位置 好 那在生产制造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物品 运送到出货配置 配置端 好 那这时候刚刚会经过一个RFID的闸门 然后确认这些物品 其实是已经到物流的相关的区域 好 那光学雷达 经过雷射扫描器的扫描之后 那还有RFID的读取 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物品 现在已经被配送到了物流区 好 然后准备来进行一个出货的动作 那在场对场之间的运送出货之后 我们锡客这边也有提供相关的辨识与追踪的这个解决方案 好 可以看到在车上有一个资料的记录器 这是我们的一个无线的杂导器 无线杂导器它上面有GPS的讯号 也有一些可以透过CAMBUS去接收车子里面的物品的一些详细资讯的状况 好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追踪 即使在场区之外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追踪我们现在物品的运送状况 那这是我们另外场区里面 我们也有无人搬运车来进行物品的运送 好 那这无人搬运车是用光学雷达 它被设带的方式来做导航 来做二次停位 好 那每个无人搬运车其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ID 好 一个身份证的字号 那它上面存在的物品也会被详细记录 能让使用者及时来做观察 好 接下来我们把画面切到整个物流的配送的中心 那当产品已经生产制造完毕之后 我们要装箱出货 那所有的产品在德国会被集中到其中一个仓库里面去 那这这仓库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物品放到战板上 然后预备来做出货 那这时候厂内会有很多的叉车 很多的战板 那这些制裁是其实蛮难以管理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做连线 叉车常常我们要用的时候都不知道它能跑到哪里去 那我们西客这边有一个独特的叫Lokio的定位系统能够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是定位插车的位置 好 那现在货品其实都已经到战板上准备来做出货了 那在出货的流程这个当中 我们会以丑磁式的Barcode或RFID来做最后的追踪 确认出货的物品是完好的 然后确认我们出的是对的东西 好 那最后当操作员把物品放到准备出货区的时候 光学雷达也是会及时侦测到的物品 好 那我们再透过RFID 这些无线射频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物品现在可能已经上车 好 然后准备进行出货 好的 那从入料到制程的生产线上 到场内的物流 以及到最后的出货 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这套系统来做 及时的产线透明化的追踪 那就是希克 能让产线整个做透明化的原因 从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产线流程一旦透明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追踪所有物品 以及所有设备上面的状况 来做整个产线的优化 那怎么样能让资讯来做透明化呢 我们在厂里面有很多的设备以及机台 然后也有后端的系统 所以呢我们要先掌握整个设备跟机台 让他们能够把资料传输到后端的系统去 好 这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掌握整个制造流程以及进度 好 把整个机台与机台 节点与节点之间来做一个串联 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货物现在是停在哪一个节点 所以未来有还要花多少时间到另外一个节点下面去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去预估整个生产的时间 好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刚刚Frank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刚刚呢 在前面的时候问Frank的问题 就是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点 所以发现这些痛点啊 你要来把它击破 这是环环相扣的问题 对不对 那其实有非常多中小型的工厂 他们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类似 觉得还蛮困扰的状况 比如说刚刚Frank也有提到的 比如说呢 像是在他们可能没有完整的系统 可以来做单一工作站的一个监测 以及呢 如果要把旧的厂区 他要把产线来做一个改善 可能他就必须面对到停机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于整体的产能 甚至是成本上面都会造成一些考量 那最后还有刚刚Frank也有提到就是 如果他的机台是离线机台 那他就没有一个连接服务的方式 可以跟系统做一个连接 但是中小型工厂当然面对到这样的状况 他们也非常想要解决 不过可能是需要用一点 比如说像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或者是呢 比较低一点点的成本 但是要解决他们刚刚受到这些困扰 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没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拆成几部分来讨论 OK 那希克这边如何让资讯透明化 我们提供了两种的解决方案 两种的系统 第一个叫做asset hub 我们叫它资财的管理 我们叫它资财的管理 另外一个是condition monitoring 我们叫它状态的监测 OK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解决方案开始讲起 第一个解决方案里面主要记录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像把资产 以及我们的设备 以及我们的工具 不管所有线上的或里线的 全部记录下来 然后并且用视觉化的方式 来做我们的资财的管理 好 那具体来说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简报里面这个画面 想象一下一间工厂里面 可能有数万种 不管是与系统有连线 或者是没有与系统连线的 装置工具财产或设备 放在厂里面 OK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那非常杂乱 然后产品资讯跟手册 需要用到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要用的时候 就不会找到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有些产品 有些它的资产 它转移的历史记录不明 有时候A拿去用 有时候B拿去用 转来转去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那接下来如果产线上面的设备 有一些紧急的错误 需要排除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等到一些 比较支撑或是的前辈 或是比较熟悉这个机台 或装置的一些老工程师 来做排除 或者是抠原厂来支援 那还有一些资产的设备 编号记录 它相对来讲困难 也有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是一个认体的版本管理困难 同一个设备 它可能随着时间过去 它有不同的认体版本 那某个认体版本 可能只能用于这个机台来做生产 另外一个认体版本可能为一些参数需要调整 那这个部分呢 那管理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 我不知道目前这个设备 这个财产位于厂内何处 就像我们跟他提到的一些推测 厂内可能有几百台 好 那这几百台推测 要用的时候 真的都不知道放在哪里 好 那这是我们资产管理系统 能够解决的问题 好 那具体来说 使用者 需要用到什么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台 可以上网的 行动装置 好 那或者是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 我们用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来解决 搭配我们的系统就可以来解决这个痛点 具体来说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浏览器的方式 一目了然的 用树状图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资产清单 OK 以及资产详细资讯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行动装置 连上我们云端的网页跟系统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现在这个资产 这个设备上面的所有的产品的资讯 以及操作手册 以及一些产品的影片等等的资讯 好 那基本上我们叫做这套系统 叫这套系统 称这套系统为asset hub 资财管理 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呢 基本上刚刚提到的产品的所有资讯 不管是它的操作手册 或者是CAD档 或是产品的一些操作的影片 在故障的时候 或者一些比较紧急的时候排除的手术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放在上面 那除了这些手册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像是 资财 资财产品 以及一些装置的及时的数据上传 好 比如说现在这个sensor 它可能的类比数值 我们可以直接从 我们的系统上面 直接在做监控 那接下来的话 还可以提供我们未来 去做预先排成维修的这个部分 好 它可以提醒使用者 能够在 维护 日期快要到的时候 来做预先的排成跟维修 那减少一些维护人 减少一些维护人员的浪费 人力浪费 以及能够提升整个维护人员工作的效率 那最后可能在资产 发生状况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事件的方式 不管是用SMS简讯的方式 或者是在系统直接用email通知 相关的管理人来做处理 那这边其实都是我们资裁管理系统 可以提供的这一切的功能 好 那对使用者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快速取得所有产品资料 所有跟产品有关的讯息 从一个系统中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掌握 好 机制的监控设备的状态 那对维护人员来说呢 它可以不用用表单的方式来整理 我哪些设备需要维护 或者哪些设备维护到一半 我可以直接上网 用我们的 在我们系统上面 就可以直接搜寻到 过往的维修流程 以及维修的历史记录 好 我们也可以直接快速确认说 我有哪些任体的版本 是不是需要更新 那有没有最新版的任体或参数 能够来做使用 好 那对管理者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快速确认的资产状态 的一套系统以及工具 好 那当每年年度盘点的时候 这套工具可以帮助公司 可以使用者省下非常多的时间 甚至它连一些未来的备柄文具要买多少 我们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去做推估 OK 所以它可以提供的非常完整性的资财的资料 那非常准确性的一些财产的回护记录 跟使用的记录 而且这些资讯全部都是即时的制成的资讯 状态资讯能够回传到系统上面 刚刚讲到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希克自己的sensor 以及自己的装置能够连网 那如果客户端 使用者端 有一些第三方的感测器 或控制器 或是一些财产 他也想要用这套系统来做管理 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想要收集这样的 把第三方的感测器跟系统 跟装置连接到我们这套系统上面去的话 我们只要透过一个 希克自己提供的杂道器 就可以来做管理 好 那等一下会稍微来做介绍 那资产管理这套系统 具体来说要怎么做操作呢 其实操作方式非常简单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以手机或电脑记录 并且注册资产 可以用扫QR Code的方式 或者是用手打的方式 我们把资产的相关资讯 输入到我们系统里面 OK 接下来就将资产连接到 我们的管理伺服器 其实这样就可以完整的建立 并登入注册 登入注册我们资产 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就可以一目了然去做搜寻 好 那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感觉 那我们现在用影片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怎么样在一分钟之内 把我们的资产 透过我们的杂道器连上云端 那这部影片主要展示的是 我们是如何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 将我们的一些设备连到杂道器 然后透过这道系统能够机制的监控 那可以看到我们就直接用 Google Chrome的网页浏览器 去把我们系统打开 那用网页浏览器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资产的所有的数据 以及他的资讯直接记录在上面 好 那我们把资产成功的登录到我们的系统上面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叫Live Connect Pair的功能 好 按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产生出一连专的代码 这时候我们再把代码 输入到我们的杂道器里面 并按下确认的按钮 好 给他一点实践 我们就可以自动产生一串 另外一串的代码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直接在我们的云端的系统 直接看到我们现在设备的 那个及时的资料回传跟使用的状况 好 那操作方式可以看到 是非常的简单 那刚刚我们已经说明完了 关于资财管理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是透过行动装置或电脑 以记录的方式 先行记录下所有厂内的资财的一些资讯 再来透过视觉化的方式 让使用者可以在我们的系统 用浏览器就直接打开 来做浏览 好 那接下来要进行到第二个步骤 状态的监测 Condition Monitoring的部分 那这个状态监测 我们其实分为两个模组 监测以及预测的两个模组 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有 Asset Hub 资财监测的关系 把所有的资财的一些资讯 已经全部抓到我们的云端系统上面 所以然后呢 管理者要看到的应该不只是这些东西 我已经向所有资财建党了 但是我们现在想看到的应该是所有资财的运行的状况 以及分析的报表 身为一个管理者他可能 应该不会就是一个一个单独去review每个资财的状况 他要的是一个汇整的报表 好 那让管理者可以在汇整的报表当中去分析 那让这些已经被收集起来的资料 可以提供insight 提供一些商业或是产线上面优化的洞察 那能够更有价值 好 我们看到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我们的厂区 那这个厂区里面有规划成不同的区域 有些是公共活动空间 那有些是一些危险以及禁止进入的区域 那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用光学雷达来做厂区域的划分跟监控 光学雷达就是雷射扫描器 当一些人或物体进入到这个厂区的禁止区域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的发送出警报 那这套状态监测的这个系统呢 能够依照使用者需求去持续的监测 所有装置状态以及收集相关的及时的资料 在几点几分几秒的时候 哪一块区域的光学雷达有被触发到 触发的这个状态是由什么物体来做侵入了 侵入的时间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从分析的报表上面去看到 就是说哪一块区域我可能之后要用唯一的方式 或者是人力巡逻的方式来加强的防护 OK 那可能比如说我们厂区里面区分时区 那第五区可能特别容易发生出警报 或者有东西进来 那我们就要针对那个点来做特别的巡逻 我们可以从分析报表上面来看 产生出这样的洞察 那这套系统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管理者跟使用者的随身装置 来做连接比如说Apple Watch或者他的手机 当系统里面侦测到有些不正常的活动 不管是有人侵入这个防护区 有人或者是一些事件的发生 或者一些像是光学雷达 他可能即将要故障即将损坏 好 我们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进行监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在不同的时间点 用不同的装置来浏览 来access到这套系统里面的资料 假设我今天人如果在国外的话 我应该没有办法再连到我公司里面的内网的电脑 对不对 那我应该是用手机的方式来做浏览 比较方便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资料 汇整成一个历史记录表 存在这套系统里面 OK 好 那藉由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让使用者跟管理者 来更轻易的去了解到 我们现在厂区里面发生的状况 好 那具体来说这套系统 如果使用者要使用的话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呢 其实也很简单 跟刚刚的asset hub 也就是资财管理的系统一样 用行动装置或电脑 其实就可以来做使用了 那这套工具 它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浏览器去浏览 但我们现在资财的状况 以及它现在的活动 以及监测它所有即时的资讯的上传 好 我们可以用虚实图来分析一下 哪些资财可能在未来 比如说几个月之内 它可能需要维修 好 那以及一些历史的资料记录的部分 还有我们可以自由去设定 它警报的触发规则 以及警报发送的条件 好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货昌好了 货昌的意味 比如说到某个程度了之后 我第一集的警报 我要先发给现场的操作员 让他去现场能够做询检 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好 那如果这个意味 然后到第二集的警报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发给工程师 可能是系统产生出什么问题 好 可是如果已经满仓了到第三集的话 那我可能就必须要直接发给管理者 来做一个紧急的处置 OK 这是警报发送条件 我们都可以来依照它的事件 依照它的条件来做设定 以及分析图表的部分 好 那最后 关键参数的监控 我们可以特别挑出某一些关键参数 来 这个关键参数可能是对设备的运行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特别去检控它 好 那最后一点 在预测维护的部分 这是这整套系统面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可以去预测这套设备 刚刚讲到的光学雷达 它可能 因为光学雷达会因为天气的关系 它在镜面上会有一些落成 会因为与雾落成的关系 所以你可能要定时去做维修保养 做镜面的擦拭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演算法去预测说 这套系统 这套设备 它需要 比如说两个月之后 它会来做维护 那因为你的设备可能会摆在你的厂区里面 不一样的地点 每一个设备的维护的时间点 其实都不一样 如果你同时要养 同时可以维护那么多设备的人力的话 其实在工厂上是对成本的一个问题 在成本是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我们要养特别多的维护工程师的话 那在工厂里面只会造成成本的上升 OK 所以如果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维护分次 然后分时间段来做处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大幅的减少 我们工厂运行的成本 以及维护的成本 那具体来说 这个整套系统 有哪几个东西来做组成呢 第一个 你要监控的装置 不管是有希克提供的装置 或是第三方的装置 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拉进 透过中间的这个杂道器 把它拉进我们的云端系统来做监控 好 最后的第三个 就是我们云端的应用程式 好 那具体来说 使用方式也相当的简单 我们只要将你需要监控的一个装置 连上我们设定好的杂道器 下载相对应的APP 或一些应用程式 到电脑 或者到我们的行动装置里面去 最后你可以设定 你想要浏览的装置资讯 以及警报条件 跟维护的条件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 用行动装置以及电脑 来及时的监控 我们设备的状况 那它可以带来什么效益呢 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非常视觉化的电子看板 或行动装置来呈现 你设备下的运行状况 第二个 产出分析报表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户 会过来长区里面来做集合 那集合时间 他集合的时候 那就需要一些设备上生产的一个lockdown 那我们可以快速的产生报表 然后利用设备的资料提供我们一些产生优化洞察 或是要去提供给客户来符合集合的一个目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透过预测维护的方式 延长关键组件的使用年线以及可用性 并且减少预测那个维护工程师的能力 OK 也可以大幅减少了非预期的临时维护停机 并且提升整个产线的效能 那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目前我们让资讯透明化的两大的解决方案 Asset Hub 资财的管理 以及 Condition Monitoring 状态的监测 从记录到视觉化到监控到预测 这两个解决方案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产线上能够透明化 我们让我们的管理者能够及时了解到产线上的一些 及时的资讯 好 非常谢谢Frank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在资财上面的管理 第二个就是在状态上面的监测 听起来呢 这两大解决方案是可以针对于中小型工厂提出 而且针对他们的痛点来一一解决 但是呢 可能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我们想要更加具体的来掌握 想要清楚的来了解在这一套系统 它的架构是什么 以及呢 我们也想要知道在这个部件相关的一些元件啊 或者是装置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给大家一些提醒好不好 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要从整个生产制造的流程 一次来走一遍 来做说明 我们从材料的入场 到制程的机台端 到场内的物流 到跨场区的出货 就像刚刚我们影片里面看到的 四大的部分 我们一一来做说明 在入场跟门禁管制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来做说明 那当物品跟一些半成品入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雷射扫描器的方式 触发我们RFID的无线射频读具器 来做整个半成品入场的这个监控 这概念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台湾国道门架上的ETC 那个ETAC的系统一样 当车子经过门架的时候 我们会跟光学雷达在门架上面扫描到车子的经过 好 扫描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触发上面的RFID的一个读取器 来读取车子上面的ETAC的资料 那就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来控管物品的进出场 好 那接下来到产线上 刚刚提到的 我们会透过RFID 一维二维的条码读取器 来做物品的追踪与追索 那接下来的话 就到制程机台端这个部分了 好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制程机台端的图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些机台比较老旧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去截取机台里面控制器的一些资讯 好 那我们这时候如果要做产线流程的透明化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用外挂的方式 来做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 以及货物的状况的监控 好 在进入机台以及运送出机台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用1D 2D读码器 以及RFID的方式 来做物品的 算是进出机台的一个监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在机台端 我们会采用一些外挂的sensor 或者iolink的sensor 来做机台里面制程状况的监控 好 假设就像食品包装液来讲好了 那上面可能有一些印刷的状况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外挂的一些制程sensor 来监控它的状况 好 那为什么这边要提到iolink sensor呢 那是因为iolink sensor 相对于一些外加的感测器 它更提供了一个service data 所谓service data就是说 一般的感测器它可能只提供onoff或类比的这些资讯 那iolink sensor除了这些的制程资讯之外呢 它还会提供sensor本身的运行状态的资讯 因为有些sensor像是 被触发之后才会发送讯号的这种sensor 它在没有被触发的时候 和它在坏掉的时候 它其实表现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没有讯号出来 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管理者跟使用者可能 不会意识到这个sensor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产现上的某个配方 就会因为某个制程没有去做 或者没有做相对应的处理 那变成说后来的一些 这批上面所生产的所有的料件 都会变成废料或者是需要重工 好 那iolink基本上这个sensor呢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用原本只有 只具有三个ping角的那种onoffer sensor 让它能够达到一个通讯的功能 我们简报里面下面这个 左下方的这个图 我们一般的sensor onoff sensor 它有带阵电 负电 以及一个讯号输出的点位 好 iolink sensor就是像模式密码一样 利用这个讯号输出的点位 onoff onoff 1010这样子来让原本只有1跟0 两种状态输出的这个感测器 能够达到通讯的功能 OK 在不变更ping角 不变更任何其他硬体的设备状况下 有额外的通讯传输 以及额外的功能 那所谓的额外的功能 就是刚刚提到的 它可以自带我们感测器里面的状态 让使用者能够及时的观察到 它是不是正在正常的工作 好 那其实还有更多可以选择iolink sensor的理由 我们用iolink sensor的理由 那比如说更准确的数值的资讯 有一些类比的感测器 它可能会因为16bit 12bit的限制 而导致我们感测器 明明就可以输出更精确的数值 却因为类比的关系 而减损它的精度 那这部分如果用数位的方式来做传输 也是用iolink的方式来做传输 就不会有这样的限制 好 那剩下还有一些 比如说降低停机时间 控制系统容易去设计修改扩充 其实用iolink sensor好处其实非常多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希克的官网上面 再找到更多iolink sensor相关的资料 好 那基本上选用iolink的这个感测器 对企业管理组来说 能够完全地掌握资讯 对装配维护的工程师来说 它可以大幅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出错率 OK 对使用者来说 它不受厂商限制快速出错 因为iolink其实不是希克厂商一家的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通用的工业厂商里面的通用标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Field Echo 也就是iolink快速设定的软体 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 iolink sensor可以带更多的资讯 但是相对来讲 它的设定 前期的设定也会比较复杂 原本的一些感测器 它可能就是三线式的插上去 HON或OFF 就这样很简单 iolink你还要在POC里面去做一些额外的操作 好 那这套系统 这套软体 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可以在15分钟之内 设定好iolink sensor 大幅减少工程师这边做前期设定的一些 一些loading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iolink感测器前期设定的时候 你必须要拉非常多的function block 然后去做一些iolink里面的一些address 一些暂存器的mapping 好 那这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透过Field Echo 来做工作的减少 好 可以看到左边没有Field Echo 跟右边有Field Echo 这套软体的时候 那工作是怎么样被减少的 好 没有Field Echo的状态下 你可能要拉非常多的function block 重复1到15次不等 那对工程师来说最反的是 我们也拉一个function block 它必须要在制作这个function block的 公用说明及文件 在出货的时候让客户做了解 那如果有Field Echo这套软体 我们只需要拉一个 Field Echo的function block 那这个function block就可以包含了所有工程师需要设定的档案以及资料 它说明文件其实只要做一次 可以大幅减少设定上面的一些困难以及时间的消耗 那第二个除了可以让使用者快速设定这个sensor之外 我们也可以让IT的人员从其他系统可以快速的抓到IoLink Sensor的一个资讯 好 有Field Echo这套软体之后 我们IT就可以从ERP MES或者其他系统那边直接去用REST IP的方式去抓到某些特定的IoLink Sensor里面的资讯 就不用再透过PLC再透过SCADA一层一层的去做资讯的串捷以及转换 好 那接下来就到杂道器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说的IoLink Sensor都会到杂道器 好 D2D堵码器 IFID也会到杂道器这边 然后再借由这杂道器 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asset hub 资材管理以及condition monitoring 我们的一个状态监测的一个系统 好 那希克其实提供非常非常多种可编程的杂道器以及控制器 那这些控制器 适用于工业通讯上面基本上可以说是所有的界面 那这些杂道器跟控制器之所以说可编程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里面写一些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式 好 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个边缘运算的载体 好 那它不只有非常多的硬帖界面 那我们也可以提供OPC UA MQTT 等等的一些通讯 好 那对于一些比较高阶的控制器 它甚至有ARM NIL加速的功能 可以来做影像的这个处理 好 我们挑一个无线的杂道器来说说明 好 基本上这个杂道器里面我们带有非常完整的通讯界面 这种Ethernet 232 422 485 SSI 然后数位的一些输入跟输出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类比的输入的讯号 以及USB跟CAM 好 那这些的界面基本上可以完整的覆盖的通讯上 工业通讯上面所有的硬体的通讯界面的需求 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杂道器还内建加速硅 温度计指南针以及GPS 让使用者可以直接定位这个杂道器的位置 如果把这个杂道器放在车上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见此监控那个车子的位置 好 那之所以叫做无线杂道器 就是它提供了除了实体网络之外 3G 4G Wi-Fi 的一个无线通讯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它可以用业界的一些标准 以及通用的通讯格式 来做资料传输 像是HTTP REST OPC UA 以及MQTT 等等的 好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的核心 它里面的核心架构其实是一个叫做Docker Container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在这几年越来越好 不管是Amazon或者Google 他们其实内部的系统都大量使用这样的架构 好 那这个架构可以让使用者可以把它原本的程式 连同程式运行的环境 打包成一个印象档 放进我们这个无线的杂道器里面做运行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它原本习惯的那种开发环境 已经程式的撰写方法 它不用再改 它只要用它原本习惯的那道方式 开发完它的应用程式 把它Dockerize 之后 打包完就可以直接放到我们无线杂道器来做运行 它不用再去学一套新的系统 那这对使用者跟系统者上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Lineboard Demo的这个画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 如何在一些关键的开关感测器被触发之后 利用我们的希克的无线杂道器 藉由Line的方式通知使用者来进行现场的除错 好 可以看到这边的蓝色小盒子 就是我们的TTCE无线杂道器 它大概就是一个8成的大小 好 那等一下它会透过我们无线方式然后连到云端 然后并且利用云端这边的系统发送Line的一些讯息给使用者 好 那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这个感测器已经透过数位IO的方式 连到我们的无线杂道器上 那它现在的状态其实是on的状态 好 那我现在要把它遮断 好 可以从浏览器上面看到这个sensor的状态是off的状态 好 那接下来我的手机上也已经跳出了我们刚刚的警报的讯息 显示开关B已经被切断 那我现在再把手放开 可以从浏览器上面看到我们的开关B已经被复归了 那我的手机这边也相对的有一个被复归的讯息 那刚刚我们有进行一个用TTC串接Linebot的一个demo 好 那如果客户想要收集 使用者想要收集第三方感测器或控制器的资讯的话 我们一样也可以透过这个TTC无线的杂道器 来做资讯的串接 可以透过这杂道器把一些第三方设备的资讯 直接拉到我们刚刚所说的asset hub 以及condition monitoring的系统上面 来做显示跟监测 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原件部署制程机台段的部分 当入料的时候我们先用1D 2D读码器 或是IFID的方式先记录这个物件 要生产要加工的物件 基本上然后在机台上我们用外夹sensor的方式来监控整个制程上的状况 最后出机台的时候我们也是用1D 2D读码器跟IFID的读取器 来确认这个制程已经是结束的 藉由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确保在制程机台段 我们的资讯的透明流程的透明化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场内货品物流的部分 刚刚提到 场内的一些机台段的资讯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机台与机台之间运送的时候 我们物品以及半成品的产品 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追踪的 尤其在中小型的工厂里面 它可能没有一条自动化的伸展线 有的时候可能是用人力去做搬运跟运送 那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OK 那厂区中也有相当多这些制裁的物件 像是站板 像是推车 像是工具车 以及这些擦车 那平常在厂区里面 可能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制裁 但是要用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套系统 可以直接来做这些制裁的定位 让我们的使用者 完整的可以从我们系统上来了解到 我需要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设备 好 希克这边有提供一个 Locue的场内的定位模组 它是用两种东西来做构成 一个定位标签 一个定位天线 我们只要在厂区里面布满 每隔20米布满整个定位天线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内置电池的定位标签 放在我们的物体上 不管是用磁吸的方式 或用贴附的方式 或用锁固的方式 放在那个 我们想要追踪的资材上面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做 它位置的定位 像是站板 像是刹车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 在这种Dashboard上面 电池看板上面 抓到它的位置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制裁工具视觉的 工具资讯这边的视觉化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要用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到哪里去拿 第二个 我们可以提供热点地图 公共资料分析使用 像是场内可能有 20台或30台插车 30台插车都走同一辆的道路 可能会造成堵塞 或是会造成经过那边工人 比较容易有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我们就可以用热点地图的方式 来优化整个插车行进的路径 以及路程 第三个 可划分事件 并且进行事件的管理 那如果有一些 不该进到某个 静置区里面的物品 移动到那个静置区的话 像是比如说插车 它不应该开到办公室区域 那我们这套系统就可以自动发出 自动发出警报 来让使用者管理者知道 某些插车 它可能被开到不一样 不该去的地方了 好 那基本上 这是厂 刚刚提到的厂内资财 跟货品物流定位的 这个元件和模组 那最后就到跨厂区 以及出货的部分 好 刚刚提到 在影片里面有看到吗 我们在车上安装了一个 车用的记录器 TTC无线杂道器 那这个杂道器就可以协助我们 完整监控载具上面所有的资讯 不管是位置 不管是载具现在的状态 可能它 轮胎有没有打扣器 可能它油量够不够 这些载具的状态 还有承载物品的监控 假设这个 这个货车 它可能是运送需要保鲜的货品 可能它的温度 后舱的温度 要保持在-18度C以下 好 那藉由这个无线杂道器 我们就可以监控它里面 货品的 环境温度的曲线 是不是有超过-18度C的状况发生 那一旦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 及时的向我们系统做反馈 并且派人进行处理 这套系统也是由TTC 这个无线杂道器所组成的 那之所以它可以做到 我们载具上的一些位置的监控 以及它状态的追踪 主要是它里面有内建 一个GPS的讯号 并且它可以用3G 4G Wi-Fi 的方式 将收集到的资讯往后段来做传送 而且它还有带有CAN的界面 可以搜集 搜集测控系统上面的所有资讯 好 那搜集完资讯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 一个电子看板的方式 来直接的将我们的载具的位置 以及状况 直接呈现在我们地图上面 那管理者就可以很清楚的 能够了解到我们现在的载具状况 以及物流的状况 那这套系统其实也可以把里面的资讯用RES 用Socket 跟用UDP的方式 跟其他的 比如说MES 或GER ERP 的系统来做对接 三步骤打造透明化产现 第一 我们刚才已经定义了 一开始需要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选择了 云端选择了支材管理 或者是状态检测的工具 好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需要的元件 配置于工厂以及节点端 好 那不管是IOLINK 以及外加的感测器 还有控制器 那甚至第三方控制器的资讯 我们都可以直接透过杂道器 来拉到我们的后端系统 从定义问题到选择工具 最后到配置元件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生产的制造流程 来做流程的透明化 把所有的在产线上面的资讯 拉到我们云端系统这边来做浏览 好 那可能有些使用者这边会担心 我把所有东西都拉到希克这边的云端 那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自然的问题 那基本上是不会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 杂道器与希克这边的云端连结 全部是透过HTTPS的加密 那能够有效避免别人从中间去窃取一些 制程上流程上的一些产线上的资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套系统也提供了一个ID授权管理的功能 能让使用者去授权某些ID 依照分成授权的方式来做资料的管理 好 那最后在订阅 接下来在订阅的这个部分 smartservice.zig.com 我们这个的连线我们也是透过HTTPS这种方式来做加密 那接下来在订阅服务的这个部分 在使用者与smartservice.zig.com 这个的连结我们也是透过HTTPS的方式来做加密 好 那接下来呢 不管是TTC这个无线杂道器 或者是我们的在德国的伺服器 也是都有通过自然的认证 那这个认证是 依据IEC 62443-2 Secure Level 2这个的标准 好 那最后呢我们伺服器其实是放在德国的 那他 大家都知道欧盟这边的资料法规 保护的法规非常严谨 那资料伺服器放在德国 那也可以确保所有使用者 跟业主的资料安全性 好 那如果使用者 因为自家公司的ID的政策 还是必须要选择放在伺服线当中 有没有办法运行这套系统呢 一样是可以 希克这套解决方案 不管在希克云端或者使用者自由伺服器里面 其实都可以来做运行 只是如果使用者把它放在自由伺服器 他就必须要在选择服务的时候 需要考虑像是安装试车 更新支援维护可用性 以及系统稳定度等等的问题 好 那资料安全性这边也是 也是由使用者这边自己来做处理跟承担 好 那刚刚大概说明完整套希克三步骤 让流程 产现流程透明化的方案 好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开始提到的 缺料导致驾动率下降 产品生产流程的状况也能够及时的来做追踪 装置设备的预测维护也即将变得可行 好所以使用希克解决方案 基本上能降低管理资裁的成本 并且提升整个使用的系统的使用效率 整个产线的使用效率 好谢谢Frank的分享 刚刚提到这个解决方案还有这套系统 我相信在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也都跟主持人一样觉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也想要做一些专家评估 他们可以怎么样获得到这些资讯呢 好的OK 那基本上这个评估的流程其实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确认使用者到底是需要管理什么样 他的需求是什么 好接下来场域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联络业务进行实地的勘察 那确认需求我们要确认什么样的需求呢 基本上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那你只是要把所有的资产登录到云端 让大家有一个使用者可以有一个云端的一个报表 可以及时的看你的系统状况就好了吗 还是你要去做预测维护 那基本上一开始的需求是要先确认好 接下来还需要给我们一些像是场区的大小啊 或是需要监测的资产的数量以及种类 这个部分的基本资讯 那在场域的状况确认的部分 主要确认的其实是网路的状态 好有没有对外网路 里面系统里面有没有防火墙 那让我们能够再进一步的去评估 我们系统整个建制的状况 那场域里面有没有特殊一些环境的限制 像是高温或是酸食的气体 好那这套系统是建置在希克的云端 还是在自由的伺服器的当中 好那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等一下会丢出来这个未来的需求表单连结 来去做场域状况的填写 好那最后就是请直接联络台湾希克这边 我们会派专人业务以及一些技术的顾问 来协助你能够做整个专案的评估 那如果想要上网去搜寻的话 想要得到更多的咨询的话 请记住关键字就是 asset hub 资财管理 还有condition monitoring 状态的监测 只要跟我们台湾希克这边的业务能够联络上 然后基本上用这两个关键字 你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所有的资料 好非常谢谢Frank的分享 我们今天说到这三步骤 大家应该都有清楚的知道对不对 首先要找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且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当然最后就是相关元件的一个部件 所以这些三个步骤轻松 就可以让大家在产线上面 变得更加透明化 让各位在设备管理也变得更加快速有效 让自己的企业产能也可以跟着提升 再次感谢Frank今天的参与 谢谢 那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待会在活动结束之后 要帮我们回到您的收视通知信 以及在小编也特别帮大家 秀出这个问卷连结 待会只要完成 我们就会抽出50位完成问卷的嘉宾 就有机会呢 可以获得到行李随身棒秤 以及会在加码抽出5位 可以获得到多功能瑞士刀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伟山我们再会咯 拜拜 拜拜